第六章 世界史都衔接的比较密切 所以第六章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封建社会由盛而衰 这个标题没什么用 你就知道说明清开始 中国在世界上就不是最牛的了 就这意思就完了 就开始走下不是最牛的了 第一节明朝的建立和专制制度的加强 1368年 朱元璋 继帝位 国号大明 建元洪武 应天为南京 应天就是今天的南京 朱元璋就是明太祖 你看那斯长的那模样 哪有一点帝王浮相 那脸跟鞋娃子这儿的 鞋娃子 跟瓦刀似的 满脸麻子 这是明太祖真龙 你给他画成这样 他宰了你 你每画他画他跟秦始皇那个汉武帝似的 天庭饱满三旅长 他也宰了你 你这玩意没法弄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王朝 276年 121年皇上不上朝 完全不上朝 然后上朝的也不干好事 你看这朱元璋的不干好事 典型的这个暴君 这个他既地位 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威的皇帝 刘邦在前朝好歹还是街道居委会制保主任 还是那是奥运志愿者 你帮老太太还能干这 你说他是个什么东西 起来要饭的 皇爵寺出家为僧 让他画园 中国和尚是不画园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和尚画园 画园全是骗子 中国的僧人只要画园就全是骗子 因为中国的和尚是自食其力的 东南亚小城仆教 那僧人都是画园的 这画园在中国推广不开 就是因为咱认为这是什么 要饭 这多丢人 久如十盖 比儒生还低级 很多人干这要饭 所以中国的僧人都是自食其力 你看东南亚那小城佛教国家 他的僧人是过午不时 一天就吃两份饭 中国僧人不行 因为我得干活 我吃两份饭 下午怎么办 所以你大街上碰到僧人画园 你别理他 那都是骗子 那回我在首席大门口碰上一个 阿弥陀佛 我说打住 你蒙谁 你蒙我 你冒充什么不好 你冒充警察都别冒充这去 你别 我给你掏出十块钱 你把心经给我背一背 他都听不懂 他说心经没听懂 我说我起一头 你往下背十块钱 你僧人哪有不会背心经的 你不会 我这活儿八道 所以朱元璋说 我黄学寺出家为僧 老和尚说你画园去吧 谁让他干嘛去 要饭去 后来参加红金军 然后参加红金军 慢慢的混撞了 慢慢混撞了 所以这家贼王八出身 是吧 贼王八出身 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威的皇帝 这种玩意儿一当政 必然是采用暴政 必然是采用暴政 你看那个世界历史上 什么希特勒 莫索里尼 这不全是贼王八出身吗 有一个说出身高贵 受过良好教育 我上台之后搞这个 没有 没有 全都没帮东西 我可有今天了 包括现在的贪官污吏 你看都是 十四岁以前没穿过鞋 全是这包人 你沉水扁不就是 我以前没穿过 穷都不行 所以我一上 我可有今天了 你真正 你像布什 什么窃泥 这人能贪污 四千多万年薪不挣 挣十八万当这副总统 他贪污 开玩笑 开玩笑 所以你这种人一上台 我可有今天了 我这权利可不能怎么样 不能丢了 朱元璋 你看这名元璋 他自个儿起的 是吧 他叫朱崇八 俩八 朱俩八 朱俩八 二八一十六 是不是他们家十六 还要他排第十六 是吧 朱崇八 那些全死了 然后就剩他 也可能是二十六号生的 是吧 朱崇八 他的名字是他自己起的 他爹和他爷爷的名字 都是他给起的 是吧 都是他给起的 是吧 因为他要当皇帝了 然后他当了皇帝 他爹和他爷爷 不都得当皇帝吗 是吧 然后都都建了灵了 在凤阳建了灵了 后来被水库给淹了 现在又露出来了 是吧 建了灵了 你立碑 赵祖元皇帝 狗事 你这玩意 铁袋 你不能叫这 是吧 是吧 他要是当了官 他最 他当了这个皇帝啊 他最关心的事 就是我这个政权 可怎样 可不能丢了我 是吧 千秋万代要 传下去 传下去 所以他要想办法 加强中央集权 加强中央集权 是吧 就是在宋朝的 宋元的基础上进一步 首先在中央 废除了丞相制度 不要 六部上书 对皇帝负责 对皇帝直接负责 这个呀 跟蒙古人 不会玩有关 是吧 原来人家明朝 不是 原来人家隋唐的时候 隋唐宋 三省六部 对吧 三省六部 到了这个宋朝 更进一步 在三省的基础上 又建立了二府三司 对吧 建立二府三司 宰相 疏密 三司 等于进一步 把三省的职权又给分化了 同中书门下 平章式 这相当于宰相 参之正式 相当于副宰相 对吧 那同中书门下 平章式 它一般是 不怎么授予的 不授予的 对吧 所以等于是 这权力分散 就这个 相权 就相对于皇权 就非常弱 到了元朝 中书省集权 上书门下 权都怎么样 没了 中书省集权 所以在元朝是全臣辈出 咱们讲过中间十个皇帝都不得好死吗 对吧 那竟是被宰相给谋杀了 什么燕贴墨尔 什么这些个 奸相 全相的起来 什么博言了 拖拖了 这些奸相起来 是吧 来害这个皇帝 所以到了这个 到了这个明朝 朱元璋就要吸取这个教训 不能这个给宰相权利 太大 红武十三年 他说宰相胡维雍谋反 借口这个宰相胡维雍谋反 杀掉了胡维雍 及其党羽两万多人 这叫胡裕 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 朱元璋的文化大革命 第一次杀掉了胡维雍 及其属下两万多人 开国的文臣 屠戮殆尽 基本上全杀光了 太祖皇帝起兵 文靠李善长 武靠徐达 李善长当时七十多岁了 封竹残年 封国公 开国功臣之首 是吧 然后太子的老师 太子朱镖的老师 要上法场开刀 马皇后就不干 是吧 因为这个马皇后 是中国历史上的贤后 四大贤后 他就不干 不干 他就不吃饭 绝食 绝食 哭 吃饭都是哭 绝食 是吧 朱元璋说 别的我什么都可以听你的 这件事你别管 我就要为朱家 开万世太平 是吧 你别管 后来那马皇后就说 说你看一般的老百姓家里 这家长都知道尊重老师 是吧 逢年过节 还给送送礼 什么的 知道尊重老师 咱们皇家竟然要把孩子的老师杀死 这个 说你甭管 最后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 是吧 李善长七十多岁了 是吧 说他谋反 马皇后都直乐 说他七十多岁 他谋什么反 是吧 他七十七了 七十几了 是吧 他七十多岁了 他谋反 他能当几年皇 是吧 这不可能 全都杀掉 开国的文臣是杀光了 杀光了 然后过了几年 借口大将军兰玉谋反 第二次皇后革命 掀起了这个 这又先提上大狱 又杀掉了一万五千多人 这一下开国的武将就被杀光了 所以经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这两次运动 是吧 两次运动 三万五千多人 三四万人 开国的文武功臣 屠戮殆尽 九个国公 二多个侯 全杀掉 是吧 全杀掉 他不是这个徐达的功劳不是最大吗 徐达背上长疮 就是发狙 是吧 就长疮 是吧 不能吃发物啊 结果他给徐达送争额 让徐达吃 是吧 徐达吃完了这个争额之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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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就崩裂 然后就就死了 是吧 徐达还那眼泪吃这争额 他当他当初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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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这就是跟这那徐达简直就是就哥们儿嘛 那俩 亲兄弟那种感觉 是吧 所以他自己这个开国之后 他也是写这个这个那个赵子啊 功劳最大 第一的就是 徐达嘛 从这个这个 从于起兵于豪上 先存捧日之心 是吧 就是那会儿徐达从小 徐达要把他扒了走 自个儿来 完全可以 是吧 先存捧日之心 一直捧着他 是吧 来自定顶于江南 遂坐晴天之柱 徐达是晴天之柱 结果呢 被他杀掉 他这个徐达的夫人进宫 跟马皇后聊天 原来呢就是 轴里俩的相当于那种感觉 是吧 那都是哥们儿人来一块打天下 在轴里俩聊天就没什么顾忌 哎呀 说你们家房子真大呀 真好 是吧 那当然皇宫 当然真大真好了 朱元璋一听 马上命令人 把这个徐达的夫人乱棍打死 是吧 你什么意思 你前面家 你说我们家房子大 房子好 你有觊觎地位 不臣之心 打死之后 告诉徐达 说你这媳妇太坏了 这是祸害 为他打死了 你谢恩吧 徐达还得谢恩 对吧 然后最后连徐达也给弄死了 所以这个人是刻薄寡恩的这么一个人 这样一来六部 上书直接对皇上负责 等于皇上兼任首相 这个应该是这个宰相干的活啊 这个皇上给干了 这事可就怎么样啊 太忙了 皇上忙不过来啊 朱元璋 平均一天 要看三百多件奏章 是吧 看三百就是这个 据说他几天要处理了三千多份奏章 他忙不过来啊 朱元璋脑袋都大了 是吧 百辽未起 朕先起 百辽已睡 朕未睡 不如江南 富足翁 日高三丈 游庸背 是吧 这这这 朱元璋能写出这水平诗影不错了 是吧 日高三丈 游庸背 太惨 怎么办呢 设立内阁制度 是吧 朱元璋就开始在这个朝廷当中设立 品级就越来越高了 到后来就二品一品 到最后学士管部 是吧 你由什么哪部的上书兼任内阁学士 兼任内阁大学士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内阁就变成了实际上的什么 宰相 但是呢 他比原来的这个宰相的权力 大大的缩小了 缩小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后我们讲军机处也要讲这个问题 这个宰相是有自己的什么的啊 办公的府地的 对吧 宰相都有宰相府啊 成相都有产相府 所以你看那个中国古代的话 文官的家弦有一个最高的家弦 开府遗同三思 是吧 让你干嘛 开府 建府 这就是说明你的地位怎么样 高 你有府 你就可以辟了属 你像这个汉朝宰相十三槽 庞大的一个办公机构 是吧 到了这个明朝的内阁学士是在内阁内阁 在哪办公啊 宫里边 皇宫里边 就是那个太和门一进去 两边的那个平房 那就是内阁办公的地方 那内阁办公的地方 他们有辽属吗 这些内阁学士有辽属吗 没有 顶多有点秘书什么的 基本上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 所以等于他就不是一个国家的那种正式机构 等于就不是一个正式机构 他的本差是吏部尚书 吏部侍郎 什么什么什么 这让内阁学士是他兼职 但是他实际上干的事 反正这个宰相还是 就是没有 没有 这个朱元璋告诉历年圣旨啊 皇明祖训 后世子孙不得欲立丞相 陈公敢言立相得展 你不能立丞相 你的大臣要建议你立丞相 你把他干嘛 杀了 你看这宋朝皇帝的祖训 不得行录士大夫 及尚书言是德 你看这个 陈公敢言立相得展 你敢说宰了你 你敢说宰了你 你可见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你叫不说宋朝是最可爱的王朝了 是吧 宅心仁厚啊 你看明朝这帮 是吧 这帮人就没法说了 是吧 所以中央的权力给分散了 是吧 这个中国的宰相 由 独相 群相 到废相 废了 没有了 地方 地方 三思分权 地方 三思分权 这个 呈宣布政史司 知道了吗 其实你就记布政司 简单记就是布政司 是吧 呈宣布政史司 管理民政和财政 知道了吗 提刑案查史司 管理监察和司法 都指挥史司 管理军政 统称为三思 三思 这三思的级别呢 是这个都指挥史司最高 纵二品 然后这个布政司是正三品 安查司是纵三品 基本上是这个 这样 他这么搞啊 他也是跟这个蒙古人不会玩有关 是吧 宋朝 这个咱前面没说 宋朝啊 这个 秦汉的时候地方行政机构是几级 秦汉的时候几级 郡县 对吧 郡县 郡国并行 郡国 也是辖县 东汉末年开始 周郡县三级 随唐两朝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 去了一级 周县两级 但是因为唐朝啊 疆域太大了 周县不够 划天下为二十二个道 进行监察 变成了后来的道呢 就成了实际的一级 长官 跟那周的感觉一样了 变成了道周县 三级 北宋呢 是改道为路 道路 是吧 路周县 三级 转远使 是设在哪呢 设在路这一级 对吧 北宋的路一级的这个设立四个长官 设立四个长官 率司 精略安抚使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 就是最大的 这个实际上是权力最重的 精略安抚使司 简称叫 率司 你看那个范仲淹 是吧 范仲淹 是吧 秦奉禄 精略安抚使 兼之严重 是吧 然后抵抗西夏 是吧 他是在那个地方做这个 精略安抚使 是吧 率司 然后呢 这个限司 限司就是 咱们讲过的这个 提形安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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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司 现司 然后仓司 仓司 仓司可能就是负责这个物价吧 提举 长平使 提举长平使司 提举长平使司 率司 现司 仓司 还有一个曹司 曹司 曹司就是咱们讲过的 转运使 转运使 所以你看 宋朝实际上地方就是几个机构 四个机构 到了元朝他不会玩吗 他又来一个行中书省 等于这个四司怎么样 合一了 合一你这个权力就大了 大了之后 到了这个明朝 等于就给 又给分回去 他是三司 这个是四司 那个变成了三司 等于省长 又一个变成了几个 三 你看连这个提形安查使 这名称都跟那个 一样吗 是吧 所以这个等于这个 这个 明朝啊 这一个省 是 这省的名称还有 对吧 还有 然后就变成了 布正司 是吧 布正司 后来这个 简称是翻台 你看电视剧里边 是吧 胡雪岩的那边 老板台衙门 翻台就是什么呢 布正司 是吧 就是这个这个 布正司 然后安查司 安查司呢 简称是涅台 涅台 到涅台衙门 然后都司 就是都指挥使司 是吧 都司 设立这么三个 机构 等于省长 由一个变成了 仨 所以后来 感觉到这个 权力太 分散 正出多门 不好办 不好办怎么办呢 由中央 派出官员 巡抚某地 是吧 于谦 巡抚河南 吴定期 吴定元 是吧 到了这个 后来明末 巡抚就变成了一个 正式的机构 就相当于省长了 然后三司 就变成了巡抚的下级 到了清朝的话 布正司和安查司 都变成了三品 巡抚的下级 巡抚是正二品 是吧 是正二品 然后这俩都是三品官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相当于民政厅 财政厅 这个就相当于司法 检察厅 是吧 都司就更低了 六品是极品 这更下的了 这更下的 路营兵里边的一个官职 所以它等于是 你看中国古代 这个机构 就是不断的往上干嘛 对对 加强 不断的往上加强 再往下 中央 中央 改大都督府 为五军都督府 大都督府 大概就是从唐宋时候的 那个 书密院发展来的 是吧 这个元朝呢 叫大都督府 一个都督 是吧 这个都督的兵权 太大 所以呢 到了明朝 改大都督府 为五军都督府 前后中左右 五军都督 是吧 每个都督府 都督一人 都督同志一人 然后还有什么 左都督右都督 反正一堆都督 是吧 一堆都督 是吧 好几十个都督 是吧 而且这些都督呢 都是虚弦 都是虚弦 他没有调兵权 没有调兵权 是吧 五军都督府和兵部 互相制约 互相制约 到这个打仗的时候 都督府统兵 兵部调兵 临时皇帝派你 为提督军务总兵官 到哪儿哪儿去打仗 然后就开始出兵去打仗 所以像提督总兵 到后来也就变成了一个 实职 一开始都是拆遣 一开始都是拆遣 是吧 就跟那什么 国务院市容整理办公室 一开始就这么一事 后来这就成了 常设机构了 常设机构了 所以这个 这样一来的话 这个兵权就也被分散了 也被分散了 这个五军都督府的位置 就是今天天安门广场 那个大玻璃带 在那儿 这是我们讲的 就是说他怎么在中央 怎么在官制上进行改革 废丞相 地方设三司 然后中央五军都督府 分立 另外设他的律法森严 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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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经济立法的内容 说明当时商品经济有一定的发展 经济 朱元璋的时候规定 这个官员贪污超过六十贯 就相当于六十两白银 你贪污如果超过六十两银子 剥皮食草 皮扒下来 填上稻草 做成标本 传递 这是贪官的下场 剥皮食草 不许危害百姓 然后你这剥皮食草怎么弄呢 就是说 传递完了干嘛 你的皮 做成那个 法骨 就是那个县衙门口 那个百姓击鼓名冤 那骨都是贪官的皮 然后做这个 县官的椅子的那个 那垫 你坐 你想想 你坐的是谁 你前任怎么死的 你小心点 你小心点 然后包括咱们汉字 数字的大写 这都是朱元璋发明的 你别人不认得字 能造字 省着你改啊 一两银子 扒你来一数 变十两了 这你怎么改啊 都是朱元璋发明的 剥皮食草 非常的残忍 能解决贪污问题吗 解决不了 你扒一个 十个站出来 因为能被扒的 毕竟是怎么着 太少数了 你解决不了 所以你说 今天咱们反腐败 你能这么做吗 这么做都不管用 你说你还不能这么做 你觉得你能 你这腐败问题 你能解决得了吗 是吧 你这边开玩笑 我们这朱元璋 这都解决不了 六十两 六十两算什么 然后扒皮食草 你今天能把汤官扒皮吗 是吧 你这你都做不了 做不到这一点 你解决不了这问题 你这还得从制度上来 另外就是设立这个锦衣卫 特务 锦衣卫 由皇帝直接指挥 不受政府司法部门管辖 有一个官员叫钱仔 这哥们上朝啊 朱元璋的问 老钱啊 昨天晚上干嘛来的 钱仔说玩牌 大牌 拖垃圾 玩牌 是吧 拖牌 纸牌 跟谁玩来的 我们部里的老赵老孙老李 一块玩 所以结果呢 玩着玩着发现少了一张牌 玩不下去了 朱元璋微微一笑 从袖头里摸出一张纸牌 这是不是昨天你丢一张牌 钱仔一看 吓的 是吧 龙冬季节 内衣都湿透了 吓的 是吧 那说明跟他玩牌 这帮人里有一个是谁啊 锦衣卫 特务啊 是吧 你要在后面骂皇上两句 这王八蛋 得 是吧 今天让你雪剑当场 是吧 雪剑当场 是吧 宋连你们知道吗 宋东阳马生旭 宋连 吏不上书 太子的老师 是吧 也是上朝 朱元璋问他你昨天晚上干嘛 喝酒了 开家宴喝酒 你都跟谁喝 跟谁喝 你左边坐的谁 右边坐的谁 宋连一一回答 是吧 朱元璋很高兴 你没骗我 笑得摸不上图 你看这是 昨天你们做的图 哇 你像这样玩的 是吧 这特务到了无孔不入的这个地步 是吧 所以锦衣卫 好歹还是国家机构 是吧 锦衣卫都指挥使 正三品 是正五品 他是国家机构 只为了不受这个 这个朝廷管家 皇帝直接指挥 到后来 明成祖的时候 设立了厂 东厂 这由宦官指挥 是吧 到了这个宪宗的时候呢 设立了西厂 到了武宗的时候 设立了内航厂 是吧 那东厂西厂 内航厂 这厂位 由宦官统领 这可就更麻烦了 是吧 这个就更麻烦了 那你想宦官 行鱼之人六根不全 他对正常人就刻骨仇恨 是吧 他刻骨仇恨 是吧 然后这个这帮人要是 这个大臣一旦有事 要犯在宦官的手里 你可就惨了 你如果咱讲 你想唐太宗 魏征 撅 撅他衣服 抓他衣服 唐太宗说什么呀 你等着 我要宰了你的香巴刀 你等着 我要宰了你 这就是唐太宗 对他进行什么呀 威胁 唐太宗已经就 给自个儿弃成这样了 非杀了你 但是他能杀魏征吗 朝廷律法在 你凭什么随便杀大臣 他犯什么罪了 是吧 他抓你衣服 他犯哪条罪了 是吧 你凭什么随便杀大臣 朝廷律法在 不能随便杀 你骂大臣也不行 是吧 你骂大臣 大臣就可以抗辩 是吧 你凭什么骂我 你哪毕业的 念过学员不念 是吧 你跟 你跟朱元璋说这个 哎呦 我就没念过 对吧 我流氓 我怕谁 我是吧 所以这个 朱元璋在朝廷上 设立庭长 设立庭长 是吧 你这个 跟皇上顶嘴 一言不合 怎么样 拉就打 是吧 这大臣也讨厌 给皇上上一道折子 一万七千字 你不知道皇上 认不了那么多字 这么厚 拉去 一百板子 是吧 乒乓五四 那皇上那打着 皇上看 哎呦 这小子说的还挺 有点道理 把他招回来 已经打烂了 已经打烂了 是吧 你想那太监打你 你可有 我可有报复你的机会了 是吧 我很累打 是吧 当然这个 你要是 随那大臣上朝 都在身上揣着银票了 是吧 一看自己要受刑杠 赶紧 给钱 你要给钱的话 拿那空板子打你 那板子是空的 听着被响 没事 是吧 没事 然后就是你 你屁股有点淤淤淤淤血 那没事 听着被响 然后你就回家 完了 是吧 你要是那什么家的 就是石心板子打 最狠的是贯签的板子 一下下的人就 就完 这个 受杖的时候 就看奸行人的双脚 奸行人两脚分开 你死不了 双脚一臂 立并杖 立并杖下 是吧 然后皇上他这个 传令的时候 他也是 这皇上恨这个大臣 是吧 你们着实打 那这就打死 是吧 一般说认真打 这没事 是吧 着实打 那就打死了 那所以经常 那大臣 每一朝 每个皇帝在位 都是打死大臣的事发生 就在五门外边 受伤 你可想是 推出五门斩首的 没有 推出五门打 打扣了乒乓乓 五次打 这这 哪朝都有 朱元璋 尤其是这老东西 越到晚年 越厉害 他更年期了 可能是这家伙 心理阴暗 心理阴暗 到晚年 动动不动 就一点小事 就动用停战 所以那大臣上朝之前 全家抱头痛哭 壮士一去不复还 那你辞职吗 你敢吗 你什么意思 圣天子在朝 你说不干了 什么意思 利弊仗下 所以那个 没办法 哭 哭了之后 今天我没死 我回来了 这事真好 所以这个 停战了 明朝的黑暗 非常黑暗 清朝就不这么黑了 清朝皇上 特别有意思在哪 他恨谁 让太监上你们家骂你去 堵着门骂你 奉旨身赤 这皇上口语 奉旨身赤 我来奉旨 来骂你 来骂你 你看那太监 他什么都敢骂的 然后你那点事 全给你折腾出来 所以那个 也是大臣一听 这太监奉旨身赤 赶紧给塞钱 要不然他堵着门骂 听难听 你赶紧塞钱 他不关痛痒 都骂进去 你下次注意 你这样不对 他要走了 你要不给钱的话 有的那个穷官 他给不起钱 那太监骂的 太监一走就上吊了 因为那古人 他最重的就是 读书人重念了 重名语 那么骂的 上吊了 能到那会儿 清朝皇帝不直接打人 骂死你 这更厉害 精神虽残 你就是设立官制 设立官制 你怎么辩 你控制他 控制他们 控制什么都不如 控制人的思想 控制来信 咱们说文字欲 朱元璋那文字欲 厉害到什么程度 有一个举人 叫徐什么玩意儿 给他上书 光天圣人 为事作则 光天化日之下诞生了 您这么一位 圣人 为世间 做出表率 朱元璋一看 俯如胆敢 如此侮辱朕 剥皮石草 是吧 大臣说 没看见 他怎么侮辱您啊 是吧 他怎么 为什么要把他 做成标本啊 是吧 对 光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说我没头发吗 是吧 他不是说我当过和尚吗 是吧 他不是说我当过和尚 则是什么啊 古汉语的 则跟贼怎么样啊 同音啊 你看今天京剧里边 是吧 提起责扣心肺战 他还这么唱 这这哥们就拍皇上马屁啊 就给就给做成标本了 对吧 那你要骂皇上 不得给打成相片吗 对吧 不是给压成相片了吗 你太惨了 太惨了 所以朱元璋一看 这家伙我怎么能控制你呢 我会什么 我考你什么 我不会的 我不考 不完了吗 那就跟咱们今天似的 干什么都得考英语 对吧 你想我历史老师 我评高级 你英语过了吗 苏历史这怎么翻译成英语 是吧 这经略安抚史 这玩意儿用英语怎么说 是吧 英语怎么说 我为什么要会英语 我觉得历史老师 平直升还考古汉语 当然我过了 我03年就过了 是吧 我没耽误 然后又让他们过英语口语 是吧 你非英语专业教师 英语口语得过六级 过几级 我拉他的岛吧 我不去 是吧 我问他不去会怎么样 不去将来你下岗 我下岗就下岗 然后举一小牌 教育部门口 I'm hungry 是吧 你问英语怎么样 I want to a job 你看怎么样 朱安征也是 我拿我会的考你 我就拿我会的东西考你 什么玩意儿呢 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 为了严厉控制世人的思想 仅从四书五经中命题 四书是什么 大学中用 论语梦子 必须以朱熙的柱为主 四书张巨急柱 只能用朱熙的柱 别人都没用 五经是什么 宿明理学 师书李 春秋 就考这九本书 这九本书 字字金玉 句句诸鸡 但您就这九本书 能把天地宇宙 世间万物 我都包罗尽了吗 那我读书 我就读这九本书 所以当时明朝人 就说这帮科举考试 这帮人 白尾摇头 辩道是圣门高地 可知三通四史 是何等文章 唐宗宋祖 是哪朝皇帝 没人知道 我管他 唐宗宋祖不考 李白 李白干嘛 他不认识 反正我就四书五经 我就背 那个时候 印刑量最大的 就是高考满分做而选 就是印刑量最大 就是那个什么 状元的那个 什么那个 这个 印刑量最大 大家都甚至出现这么点 缩印本 跟咱们复印完了 缩印 踹兜了进考场 是吧 带进去 带进去 缩印本 就考这四书 五经 不允许发挥个人见解 你说我 我认为 完蛋 你认为这篇文章 完蛋 带圣贤力言 你不能认为什么 你没有资格认为 所以要带圣贤力言 你假装你是孔子 假装你是孟子 假装你是朱 朱熹 朱子 然后你干嘛呢 你跟他写文章 你认为 那朱 朱子是怎么认为 孔 大家跟那装 看谁装的像 你装的像的话 你的心 跟圣人的心 契合了 你就是圣人 明白这意思吗 你不能说我认为 学人实习 你认为不成 你说老姐 你有什么资格 认为圣人的话 你就得这样 点题 然后开始写 文章都是 八个文 八个部分 破题成题 起讲入手 起鼓中鼓 后鼓竖鼓 全那八个部分 然后还得一反一正 一虚一实 一身一浅 排比 对偶 完全就是一种文字的一种 可以讲在中国古代的文字 技巧上达到最高水平的 就是八个文 但是没有什么内容 了无心意 了无心意 所以你十年寒窗 就这九本书 最后一考试 都是这九本书 都是带圣贤 立言 都是一样的八个文体 这谁比谁能太强到哪去 而且你看 这个九本书 它一共才多少字 你想那四书五经 在刚诞生的 都是写在什么上面的 主箭上的 它能有多少字 老子不才五千个字 跟今天一篇论文差不多 四十五经 九本书能有多少字 一件衬衫就超满了 你看这不是博物馆里有吗 做壁用的衬衫 就超满了 所以到清朝的时候 考生进考场的 扒光了 穿考场的衣服进去 跟进草庞子 怕你有夹带 怕你有夹带 就这么点文字 几百年来 那么多场考试 从同城考秀 考举人 考进士 那么多场考试 都从这里边出题 这四书五经里面的话 用的怎么样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怎么办呢 考官 真聪明 结答题 什么叫结答题呢 就是把四书五经里边的两句话 给你拼一块 紫月 五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现在呢 把这句话给你拆好 紫月 三十而立四十 做题吧 孔子为什么说三十而立四十 孔子他不是这么说的 他说的是三十而立 逗号 四十而不惑 甭管 古文没标点 你看书三十而立 叠是不是四十 来 结答题 或者紫月 而立四十 您做题 是吧 您做题 你就得说 孔子为什么说而立四十 这怎么回事 是吧 你得给 给 有的考官更神到什么程度 古文没标点吗 句与句之间有这么一个 就句斗 古文其实也有 斗号跟句号 句斗之不知 什么张之不解 是吧 有这个句号 那个考官 他出考题的时候 就用这句号出题 是吧 就是我今天考试题目就是这个 做文章 是吧 四十五经里绝对有这个 你翻满篇都是啊 就拿这个 做文章 就拿这个做文章 是吧 让大家考考试 就那个考第一名的那哥们 神到什么程度呢 他 你不先得点题吗 八国文上 你不先得破题 破题 就一句话破题 你得用一句话破题 那哥们破题辈觉 圣人立言之前也 空空无也 圣人要不说话 就什么都没有 哇 这篇文章厉害 是吧 这是那个 大财 是吧 大财 我们知道那个康有为 康圣人 是吧 那文章写的 是吧 那文笔写的 是吧 但是他为什么老考不中呢 他比梁启超重举都晚 他老考不中 你这个到国家正规的考试的时候 天子亲世的时候 可能很严肃 底下那种小考试啊 就烂到就 是吧 我怎么来判断谁第一谁第二 我懒得看这卷子 我就扔吧 80岁晚 第一名 是吧 您十年寒窗 我今天磨重了点 是吧 然后砸死小面了 完蛋 是吧 康圣人呢 他是因为怎么知道呢 他那字不好 那当然比我强多了 他这个字啊 明清两朝 你这个字必须写成什么样呢 管阁体 管阁体什么样呢 就跟今天电脑里印出来的那个字了 你必须得写成那样 你看奏折都写成那样 就管阁体 就是五号字 那个凯书体 你得写成那样 一笔一画 是吧 你必须得写的 笨笨这个规整 管阁体 康有为大概就是不爱写这种啊 管阁体 龚自珍也写不了啊 所以龚自珍他也没中进士 所以龚自珍就笨生气 最后让他们家所有人都练这个 连他们家老妈的什么倒尿盆的都练 管阁体 所以他们家所有人 除了他本人都练那一首管阁体 他说你看他们家全能中进士 连老妈的倒尿盆都冻成 康有为大概就是不会写这广格体 所以他每一次那卷子 就考官一看 这玩意要考试 他最后为什么中举呢 考官一看 这玩意要考试 卷子一扔 考官就出去上厕所去了 时间可能长了点 上厕所 正好仆人进来收拾屋子 仆人大概也不认得字 一看这地上有张卷子 仆人不知道这什么体 拿起来给搁在这 振指一压 扑人出去了 考官回来 回来 俩人没照着面 一看 这张卷子我刚才扔了 这怎么就搁在这 此乃天意 我看一眼吧 好文章 中举 中举 阴差阳错 康盛人 所以你说 你要是你是这样的 做了官 你敢对皇家有什么 是吧 那就这意思 所以可不是他这玩意完全限制 他的这种作用 就是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 顾延武认为 顾延武认为 这玩意比这焚书坑乌 都害人 都可怕 都可怕 下面 静暗之意 和迎见北京 太祖皇帝 把儿孙 到藩王 做藩王 你看他就相信谁 自己家的人 他除了太祖皇帝 用25个儿子 25个儿子 除了长子朱彪早逝 因为朱彪被立为太子 结果洪武25年 朱彪就死了 朱彪倒是一代人均 如果将来能成绩大头 他就死了 他死了洪武31年 太祖皇帝驾崩 所以等于是 立朱彪的儿子朱允文 为太孙 然后这样的话 他剩下的24个儿子里边 除了三个年幼的 剩下的21个 就分封到各地 做藩王 而且不但做藩王 藩王手握重兵 他关键有什么 有军队 其中最厉害的是 宁王朱全 宁王朱全 镇守东北 麾下八万六千精锐部队 然后就是燕王朱彪 也有三四万军队 也有三四万军队 所以这些亲王手握重兵 朱彪章认为 江山可保长治久安 那就说跟谁的想法一样 刘邦 刘邦 你就没想想 你的儿子不会反你 但是再往下 就反了 所以朱元璋带着他孙子 黄太孙朱允文 检阅藩王的部队 瞧你这些叔叔们 兵抢马壮 万一哪造反 让你叔叔去镇下 朱允文反问了一句 小伙当时也二十多了 我叔叔造反谁镇下 一下老皇上就晕了 没考虑过这问题 我叔叔造反谁镇下 所以老皇上一死 朱允文一继位 明慧帝 下诏 肖帆 他这一下让肖帆 燕王朱迪就反了 起兵 敬战之意 迁渡北京 北京啊 是有一年高考 拿这个北京的地图考 跟长安对比 跟长安城对比 唐朝的幽州城 辽朝的南京城 金朝的中都城 基本上的位置就是今天的 宣武风台 今天基本上宣武风台 元大都呢 是这么个位置 是这么个 元大都大概是这么一个位置 在这个 元大都的这个 最南边的城墙 在今天的长安街上 北城墙在三环跟四环之间 有一个元大都遗址公园 那个地方 三环子 明北京城 把元大都往南移五里 往南移了五里 所以他的这个北墙 大概是跟今天的二环路 齐平 齐平 然后这个嘉庆皇帝 在位的时候呢 开始修建外城 嘉庆皇帝 开始修建外城 本来这个外城 想把内城包一圈 好了没钱了 就修了南边的一部分 就变成了北京城 什么一个秃字形状 秃字形状 北京城是 离九外七黄城寺 城门 内城是九个门 所以老北京一说 就是咱那四九城 怎么怎么着 老北京一说 正阳门 宣武门 崇文门 崇文门 然后这边是朝阳门和 东志门 这边是 府城门和 西志门 北边是安定门和 德胜门 安定门和 德胜门 这是九个城门 这就是今天的环线地铁 所以你看这环线地铁 就二线地铁 地铁二号线 战名最多就是 门 什么门 什么门 当然像复兴门 建国门 这是民国以后 把城墙给扒了 扒了 为了方便公共交通 方便公共交通 他弄出来了 这就二环地铁 整个老北京城 是今天的二环路 二环路 南边仨门 永定门 这边的是右安门 这边的是左安门 左安门右安门 然后这边是 广渠门 广渠门 这边是 广安门 所以两广路不就这条路了 广渠门原来叫广宁门 为了必清宣宗 民宁 道光皇帝的会 改叫 然后这儿有一个 西边门 这儿有一个东边门 所以里九 里城内城九个门 外城七个门 黄城四个门 黄城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包括紫禁城 万岁山 太叶池 太叶池就是北中南三海 今天北海开放 中南海你进不去 我想进进不去 所以我天天抽中南海 你进不去 然后这边是太庙和设计台 太庙和设计台 然后这两边就是官署 这个皇城的正门 在明朝叫大明门 清朝叫大清门 明国的叫中华门 它是那种歇山顶 五个洞 是那种中国级别最高的门 歇山顶五个洞 这个匾额都是用青金石做的 青金石是非常珍贵的 刻印的 你看那么大一大匾 所以清朝灭亡之后 民国政府就想把这匾卸下来 翻过背面 刻中华门 结果翻过来看 背面刻的是大明门 清朝都这么干的 所以等于这块匾 五百多年的沧桑 见证了国门五百多年的沧桑 毁于史无前例 就彻底也给毁掉了 然后它另外的两个门 就是东华门西华门 然后地安门 北边叫地安门 北边地安门 然后地安门后边是 地安门 这出了地安门 就是中楼 古楼 然后是一条中轴线 全长八公里 把北京城可以对折 建筑非常规整 非常规整 你看现在什么鸟巢水利方 不也在中州线上吗 也在中州线上 就一直往北 所以北京城市 可以讲是奇迹 可惜的是现在已经拆了 没模样了 所以你看 古都北京 就中国 五千年历史 你说北京三千年历史 你到北京来 你找得着三千年历史的痕迹吗 你整个是遗址 遗址 全是遗址 是吧 全是遗址 你到欧洲 你去看看去 一切跟几百年前 都一样 是吧 都一样 所以你看 联合国 什么人类文化遗产 美国都有四个城市 是几个城市入选 中国只有俩 山西平遥 云南丽江 是吧 云南丽江 北京 谁说天潭是文化遗产 故宫是长城是 颐和园是 你能说北京是吗 青云大厦文化遗址 有十年吗 你这个是吧 你这也没法说 所以人家台湾人 到大陆来旅游 人家说的特别好 你这个北京 你大陆的这些景点 除了地名是真的 其他的 全是假的 全是假的 都是后建的 都是后建的 第二节 第二节 一般不怎么爱考 简单说一下就完了 明朝中后期的 政治腐败 和明末农民战争 明朝中后期的 政治腐败 和明末农民战争 明朝中后期 政治腐败 明朝中后期 政治腐败 旅出昏君 昏 明朝的昏君 真是一个昏 昏到什么程度 他举了几个例子 说明武宗 明武宗 明武宗就是正德皇帝 正德皇帝最爱干的事是 不是 他是调戏妇女和玩打打 最爱干这两件事 一个就是调戏妇女 调戏妇女 然后微服上街 调戏妇女 后宫三千家里不够 调戏妇女 被逮到 送到县衙去了 被人逮到 送县衙去了 你说君臣相见 不知道他怎么脱得身 不知道怎么脱得身 然后就是那个 宫里开买卖 在宫里开买卖 后来就神武门后边 开买卖 手一颠着这块肉 三斤三两 相宠称不太差的 皇上整天干这颠肉 皇上三两 开买卖 让太监来买他的东西 本来那太监 俸禄就微薄 来买他的东西 然后他贱买贵卖 就这点钱都得炸走 什么玩意儿 然后就玩打仗 他给自个儿改名 叫诸寿 封自个儿为镇国公 威武大将军 然后什么大都督 后来这个 后来这个 这君 这大臣就跟他说 说你这个皇帝是君 都督是臣 不能混为谈 你这太慌了 他说我有本事 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 然后那大臣就僵他 您给我们表演一个 在教场 一千多明军将士 刀出翘弓上前 围着一个被俘的 绑在马上的蒙古将领 然后皇上冲进去 一刀给人脑袋砍下来 这叫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 百万军 自个儿的 上将绑着他 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将 王上绑着了 皇上就卡一刀 这证明皇上玩个刀 没敲一刀胳膊来 是吧 然后皇上经常带几万铁甲兵 出关 出长城 跟蒙古人打打 打多少蒙古人呢 一百来人 是吧 他带几万人杀个他 晚上一百人一消灭 回去爆空 自个儿又升一级 是吧 将军 大将军 都督同志 都督 提督军 总兵官 往上升 是吧 这么一东西 十年 在位十年 驾崩 荒淫过渡 吴后 明朝的皇帝 一个赛的一个混蛋 一个赛的一个短命 是吧 净是那个二三十岁 就是九色过渡就死了 净这种玩意儿 没有一个活过朱元璋的 朱元璋活了七十多 是吧 活了七十多 没有一个 就明成祖 大概六十岁 是吧 一般就是 六十在明朝皇帝算高寿了 是吧 就是你看乾隆爷活了八十九 将近九十了 是吧 就死了 死了之后基地的士宗 这哥们是一个杰出的道士 整天在宫里炼丹 整天在宫里炼丹 炼丹的话呢 就是一年光炼丹的 这个燃料 就要二十多万两百银 也不知道他烧什么 烧腊那么好 二十多万两百银炼丹 不上朝 从来不上朝 大臣几十年都见不着他 是吧 然后实在有 国家有大事 追问他 他不耐烦了 递出一张手谕 没人能看懂 因为他那手谕上面 三句话 他能给你写成仨字 是吧 写成仨字 我今天病了 不上朝 你们要努力 是吧 不要懈怠正事 他就写 我你带 什么玩意儿 看我废话 皇上写着天书 你看能轮到天书吗 最后皇上终于 他在位四十多年 十五岁继位 四十五年 终于服用仙丹 然后就成仙了 水银中毒 成仙 拱中毒嘛 所以神宗皇帝 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世宗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世宗完了之后 牧宗继位 牧宗还不错 牧宗还不错 可惜短命 短命 七年死了 七年之后 他死了就是 神宗继位 也就是万历皇帝 神宗可真神啊 真神 他是 就干一件事 数钱 整天盘抗上 数钱 朱元璋就给他的子孙 弄一下这遗传基因 都是土财 你说李后主 宋徽宗 人在中国艺术史上 是闪耀着不灭的光辉 你看明朝这帮皇上 也不理朝政 你看玩了这玩意儿 数钱 神宗皇帝一辈子 出过紫禁城一回 他真待得住 就在紫禁城后宫里待着 一辈子就出这回一回 上昌平十三零 看看自个坟地 你看不错 修得挺好 继续 我回来了 数钱 在他住的那宫殿后 挖一大坑 埋上三百万两银子 他肥胖 然后整天在炕上盘着 左腿萎缩了 所以每天晚上 太太掺上他 一拐一拐的 到坑边看看 我这银子还有吗 这能睡得着觉 不然睡不着觉 最后那点银子 全让太监给偷光了 偷光了 所以他那个 为什么这十三零考古 先刨他的坟呢 定领先刨 就他那坟里边 好东西 好东西多 长陵怕有有了大点 不敢刨 别的皇上 没他东西多 他一辈子攒钱 什么都得是 往坐着加拿 往坐着加拿 说这地方发现没了 派个镇守太监 把钱挣我们家了 那地方丝绸不错 派个镇守太监 那地方有铜 派个镇守太监 都到他们家 皇宫里边的银子 发黑变脆 养化 养化 国库里边 除了耗子屎 什么都没有 所以那时候 跟女龙多哈士 跟后勤打仗 打仗说 咱没钱 国库没钱 请皇上开内堂 不行 这打的是国杖 凭什么开内堂 凭什么让我掏钱 给国家打仗 凭什么让我掏钱 我不掏 我不掏 你没钱你加税 你干老百姓交税 我才不掏这钱 后来大臣说这江山都是您的 我没看见 银子我看见 说七千多万两 咋个七千多万 国库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年年跟百姓加税 越加税 老百姓不就越反吗 这就这么一个东西 他一死 他儿子光宗继位 光宗这个人们太光了 二十九天驾崩 登基之后 第一道诏书 选美女 选了八个美女 二十九天驾崩 光宗驾崩之后 儿子西宗继位 杰出的木匠 杰出的木匠 每天别人 别的皇帝上朝 他下车间 下车间 据说皇上坐在椅子 睡在床 船上嘴坐 他的手艺高到什么程度 他手艺高到什么程度 他自己坐一屏风 杠上太太 拿到钱门外面给我卖了 一万两银子不许还价 当然你不能说是皇上坐的了 一万两银子不许还价 一个小时太简就把一万两银票给拿回来了 就是他这个做工之精湛 据说原来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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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华门后边一个官帝庙 那官帝庙里的官帝 就是明熙宗亲手做的 是吧 亲手做的 所以他在位的时候 他不理朝政 他等天做木匠活 太监魏忠贤 专权 是吧 所以这个 明朝中后期以来 宦官专权 王震 刘锦 魏忠贤 这些大宦官专权 是吧 这个宦官专权 这是朝政最腐败的体现 是吧 东汉 唐 明 这三朝 宦官专权 这个魏忠贤就专检皇上做活的时候 跟他说事 哪闹灾了 你别看我这忙着 我今天晚上没地睡呢 你哪闹灾 我这床头没做好呢 所以这个魏忠贤独揽大权 魏忠贤一字不认的 居然能跟孔子并列 配似孔庙 全国各地到处给他建生祠 生祠 然后皇上一下圣旨 就是 朕与场臣如何如何 是吧 就是皇上是万岁 魏忠贤是九千岁 是吧 跟杨永青一样 九千岁 是吧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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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 这个 朝政就腐败 在这种情况下就爆发了 就是这个 这个 农民的这个 起义 李自成和 张献忠 张献忠 张献忠是一臭流氓 张献忠是一流氓 张献忠这个流氓到什么程度呢 他 他这个 图四川嘛 他是四川有七种人该杀 这个 种地的该杀 经商的该杀 读书的该杀 当官的该杀 当兵的该杀 反正你看完之后 就是四川没有人不该杀 没有人不该杀 等大清平定四川的时候 这个 成都府里边 对对对 成都府还剩25户 杀老虎的大劲走 没有 就是那是华南虎 不是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华南虎 大劲走 杀光了 那就是一个野兽 张献忠 所以现在咱这书都不好意思提了 然后还有流氓李自成 这家是个逃兵 逃兵 然后当了什么 一战的 一族 所以这家伙 皇上把这个一战一裁撤 这家失业了 造反 李自成提出一个口号叫 军田 免粮 军田 我给你干嘛 分田地 免粮 你还干嘛 不交租 傻貌们都听 是吧 你想他军田 他又不收租 那他吃什么 他得吃的比你好 你这不扯吧 那玩意儿是吧 大家都信 因此这一下 这个从贼复逆的 这些人就怎么样 海了去了 海了去了 包括一些落魄书生 都从贼复逆 贼势浩大 原来被官军打得像18名骑兵 后来就发展到百万之中 这个逼近北京 沿途周县 传袭而定 除了在宁武关 总兵周玉吉 奋勇抵抗 以身殉职 然后就打到了北京 这个当时在位的是 重甄 司宗列皇帝 所以自役于万岁山 明朝 灭亡 司宗皇帝是很了不起 以身殉射绩 司宗皇帝17岁 成绩大统 从他那牧相哥哥手里 接过来一个烂摊子 非亡国之君 而当亡国之运 就是祖宗作恶 报应在他身上 在他曾祖万利的时候 就应该完蛋 他爷爷万利的时候 就应该完蛋 结果苟延残喘这么多年 报应在他身上 他在位17年 17岁继位 比你们还小了 在位17年 他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 明朝的皇子 不学无术 不像清朝 没受过良好的教育 然后17年 不官歌舞 不宠嫔妃 他只有一个皇后 三个贵妃 不宠嫔妃 然后每天 夜里一两点睡 早上下来四五点起 坚持了17年 结果天下是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 这怎么办 你越想办法 到处铺火 我这火着就越旺 他为人太急 刚愎自用 你半年给我平定闯贼 能吗 能 到半年 眼瞅就要平定了 半年平了 八个月准能平定的时候 皇上肯定把你杀掉 因为你骗我 你说半年平定没平定 你再容俩月 不容 不容 欺君之罪 他在位17年 首相换了51个 平均一年仨 首府 内阁首府换了51个 所以到最后闯贼攻进北京 你看三百年江山社稷化作陈泥 于是皇上就把皇后上吊了 贵妃上吊了 然后皇子给放出去 你们将来往南跑 然后公主砍一刀 没砍死了 掉条胳膊 独臂神泥 是吧 叫 那个四娘的师父 没砍死了 然后皇上带着一个太监 就逃到万岁山 然后自义殉国 拿头发 眨出自尔的脸 无言见祖宗 然后咬破宗旨 在衣服内部给李子成写一封血书 朕非王国之君 诸臣皆王国之臣 所以你不要用这帮大臣 这帮人太坏 朕死后 任贼分裂镇尸 不要伤害百姓 无伤百姓 你可以杀我 不伤百姓 然后重臣皇帝殉国 后来是 那棵树死了 因为清朝入关之后 就给那棵树烫上铁链子 罪怀 你竟然把皇上吊死 所以烫上铁链子 给哭死了 哭死了 后来是谁的时候 又重了一棵 又重了一棵 然后文革又给刨了 现在那棵是更细 你看那么细吗 原来那儿 民国都是那儿立了一个碑 明司宗殉国处 故宫博物院敬立 然后后来四四年 假身三百年 又立了一个碑 就把那俩碑给他 刨了 刨了那个 四四年立的那碑 保存完好 明司宗殉国的那个碑 是三零年 民国十九年 立的 给砸成了三截 但是搁在寿皇殿 就是北京市少年宫 寿皇殿 那是历代帝王 停死尸的地方 现在变成了少年宫 变成了少年宫 变成了少年宫 所以以后有机会 千万不要去 那是太可怕了 皇上死尸都停在寿皇殿 给搁在那里边了 后来2004年 终于拨乱反正了 假身三百六十年 那碑又重新 就都立在那了 然后你明显能看出来 明司宗殉国处 那碑是沾上的 三截中间拿白水泥 给沾上的 所以明朝灭亡之后 继而建立起来的 就是清朝 第三截 清朝的建立 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第一点 明朝初期 东北女真建州部 归努尔干都斯管辖 回去看一眼地图 努尔干都斯在哪 在会的 啊 就管哪啊 你知道努尔干都斯管哪啊 东北啊 对吧 努尔干都斯这个在东北啊 是吧 所以那个如果我问你啊 原辽阳行省辖地 在明代归哪管 努尔干都斯 当然在明代前期 在后来就管不了了 女真人分成了三部 海西女真 建州女真 野人女真 野人女真是 最落后 海西女真呢 就是靠近那个 黑龙江一带 建州女真的文明程度最高 他们居住在辽宁 居住在辽宁 他是跟这个朝鲜和明朝交界 那就是挨着大中华小中华 文明程度最高 太祖努尔哈赤 熟通 精通汉语嘛 熟读三国演义 所以他这个这个这个 是这个这个 文化人民很高 那 第二 阿拉伯二 明朝后期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 这个他们家世袭建州卫都指挥使 那是这个明朝呢 给他们封官 那行机密之策 配龙虎将军印 他等于 所以他这个 这个 势力也很大 那可惜的是呢 他一开始呢 是 因为是他后妈 后妈不带人 把他轰出去了 所以他这个少年很孤苦 后来呢 这个明朝打仗的时候 又把他父亲和他的祖父给误杀了 误杀了 所以到这等于他少年失聪 25岁的时候 用先祖留下的十三副铠甲起兵 那所以一下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慢慢统一了女真各部 那所以我们看那个 第一点 这个 圈一 圈一 统一女真各部 太祖皇帝 统一了女真各部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创立八旗制度 找到吗 第一是统一了女 第二一个是建立了八旗制度 兵民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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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像咱前面讲过的什么 猛安谋客 猛安谋客 就完全一样 基本完全一样 猛安谋客 是这样 就是一个谋客 一个谋客是三百户 是三百户 十个谋客是一猛安 就一猛安是三千户 所以猛安相当于千夫长 纵四品 谋客呢 相当于百夫长 纵五品 纵五品 他这个八旗制度呢 是三百人 一个牛路 三百人 一个牛路 设左岭一人 每个牛路呢 设左岭一人 然后五牛路 那就是一千五百人 一个甲拉 每个甲拉设参岭一人 设参岭一人 五甲拉 七千五百人 一个顾山 顾山设都统 设都统一人 每个顾山 用一面旗来表示 红黄 蓝白 四个旗 后来的这个 在这个旗上 圈边 红旗相黄边 其他旗相红边 形成了相似旗和 整四旗 和整四旗 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相黄旗 整黄旗 整白旗 为上三旗 为上三旗 整红旗 相白旗 相红旗 整蓝旗和相蓝旗 叫下五旗 相蓝旗的地位是 最低 相黄旗的地位是最高 那是最高 所以你看故宫里边的 卫兵 一定都是上三旗子力 下五旗是不行的 后来他征服了蒙古 蒙古也被编入八旗 就内蒙古被编入八旗 征服了很多汉人 入关以前的汉人 也被编进了八旗 所以他实际上是三八二十四旗 清朝人 清朝我问你 你是旗人 旗人不一定是满族人 不一定是满族人 你在旗不在旗 他不见得是满族人 清朝是旗汉 非婚 旗人跟汉人 不能结婚 不能结婚 但是皇帝可以娶汉旗 可以娶汉旗 乾隆的母亲就是汉旗 所以清朝皇帝 到后来也有汉族噱头 但是汉旗是不可能做到皇后了 皇后必须是满洲人或者蒙古人 才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 七千五百人 八旗一共才多少 六万人 最后三个八旗 算是汉旗旗算是那什么 三岸也就是不倒二十万人的样子 不倒二十万人的样子 所以这是第二点 就叫他创立八旗 建立八旗 第三点 圈三 这个自立为汉 国号金 史称后金 自立为汉 他不是为汉 他不是这个 他没有称地 他是称这个汉 英明汉 英明汉 建立了这个金国 因为历史上已经有一个金国了 所以这个金被称为后金 被称为后金 但是他人自己的 建的时候就叫大金 大金 然后这个 圈四 是该圈四了吧 为反抗民族压迫 攻打明朝 为了反抗民族压迫 攻打明朝 太祖皇帝率兵两万 以七大汉 适师发明 连下辽东 七事余成 所以一下 他这个国力就越来 越强大 原来在辽和西边 占领了整个 席卷整个辽东 基本上山海关以外的土地 全部被占领了 全部被占领了 然后迁都 沈阳 迁都沈阳 找到吗 好 那这样下边呢 我们在 你们在教材上 捡空白的地方 或者哪都行吧 捡空白的地方 咱把中国古代的 杰出的少数民族首领 做一个总结 这个我说的这几位呢 就是咱们都画过圈了 他不止一件事 是吧 你像什么那个云南王 什么怀仁可汗 这就拉倒了 什么铲鱼 就拉倒了 这么六位 这么六位 这个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 是吧 好 好 好 響鐘 有这么五件大事 统一本部 建国称帝 仿形汉制 创立文字 反抗压迫 基本上 五件大事 就把他们一生的干的事 就都盖绘出来了 我问大家 咱一个月说 松赞干部是不是完成了 他吐蕃的统一 是 好 松赞干部完成了统一 建国称帝有这事吗 没有 他建国了 但是没有 称帝 仿形汉制有没有 有没有 有啊 他仿照唐朝的制度 创立文字有没有 有 当然他那是印度字母的基础 建藏文 然后反抗压迫有吗 没有 没人压迫的 没人压迫的 他不压迫别人都不错了 耶利阿宝基 统一本部是不是 是 建国称帝有没有 有 这个仿形汉制有没有 有 创立文字有没有 有 反抗压迫呢 没有 没有 这个 袁浩 统一本部 有吗 哪有啊 我跟你们强调我很多遍 他那个 党相族很早就在那地方呆着了 太祖得名 太祖继迁 太宗得名 到他那里是第三代了 景宗已经是第三代了 这个没有 建国称帝有吧 有 仿形汉制 有 创制文字 有 反抗压迫 没有 反抗压迫没有 完颜阿古达 统一本部有吗 有什么呀 跟你们强调我多少遍了 是吧 他爷爷 完颜乌骨奶 统一的 是吧 对吧 马上听名 乐好玩 是什么 是吧 没有 建国称帝 有 仿形汉制呢 教材上没说 其实有 对吧 其实有 你像完颜阿古达 这名字明显是 女真话 他弟弟金太宗叫完颜吴奇买 是吧 然后两个人做了 就是一建国 阿古达改名叫完颜民 然后他弟弟改名叫完颜圣 是吧 完颜圣 你看他那个 还都排着呢 你看见没有 是吧 然后他那些个子孙辈的人都叫 就他儿子辈都叫完颜宗什么 是吧 完颜宗什么 比如大家完颜物竹 是吧 物竹的意思就是脑袋 完颜脑袋 是吧 完颜脑袋 是吧 什么完颜脑袋 完颜心 完颜腿 他们家人都叫这了 后来都叫完颜宗什么 是吧 物竹叫完颜宗壁 所以你要查这个金史 你查不到物竹 是吧 就是查完颜宗壁 梁王宗壁 是吧 是吧 他就都是汉字嘛 宗旺 宗壁 宗辅 宗辅 宗那 全都是 是吧 他都改了汉名了 等于是有 创制文字 也有 是吧 也有 他女真文也有嘛 那女真文也是跟那个漆单文差不多 但是咱们教材上不说 不说 所以我就告诉你呢 你选择的时候 你就可选可不选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你选了他也不能算你错 是吧 你不选他也不能算你错 但是这个一般也不会出这种题 是吧 然后反抗压迫 有 反抗辽子压迫 是吧 成绩思汉统一本部有吗 有没有 怎么没有啊 不是他统一你统一的 建国称帝有吗 没有 蒙古韩国 仿型汉制有吗 没有 他那懂的那个什么 创制文字 其实有 他是在回合文的基础上 就今天的蒙古文 就是当年的回合文 由太阳寒的国师 维吾尔人塔塔统阿 创立的这个文字 是吧 反抗压迫呢 其实有 他反抗金的压迫 但是教材没讲 就拉倒了 是吧 诺尔哈士咱刚说完 统一本部有没有 有 是吧 统一本部有 建国称帝 没有 没称帝 称韩 仿型汉制 没有 是吧 创立文字 其实有 他是在蒙古文的基础上 是吧 所以你看那个故宫今天 前三大就是这个 前朝 那大殿上只有 汉文到后寝 就是汉满 两种文字 你看那满文跟那个蒙古文字 非常像 那几乎就一模一样 是吧 然后反抗压迫 欺大恨 适师伐名 是吧 当然有了 当然有了 所以 看见没有 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来 就把这几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的事迹 我们就做了一个总结 这种东西如果要考的话 他会怎么考你呢 一二三四五 圈一到圈五 下列事迹属于耶利阿宝基所为的是 A1234 B1234 C234 明白这意思吗 明白这意思吗 或者 圈一到圈六 这少数民族领袖中 完成本部统一的事 明白这意思吗 或者耶利阿宝基跟罗尔哈赤的相同之处是 明白这意思吗 无限排列组合 是吧 无限排列组合 所以你就必须把这些东西背的拱刮烂熟 这一次列出这么一个表来多简单 是吧 你就全掌握了 咱们在书上画的画了半天 所以你就概括统一本部建国成立 仿形汉制 创立文字 反抗压迫 是吧 你先就概括这五个词来 就OK了 就OK了 所以我就老觉得特别有意思的 高考是没错 考什么是很成问题的 是吧 就在考上 你看我教了你们 写词啊 不要写整句话 最后就是你又不会说话 你也不会写 是吧 你也不会写文章 就是要不然害人就害人在这 是吧 然后语文那作文也是 什么时候写个然而 什么时候写个但事 它都有一个格式 所以这就把八股取势的 就完全变成了 是吧 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 但是没办法 你这么多能得分吗 能得分吗 你得像我这学 写词 别写整句话 明白这意思吗 诺尔哈赤 就是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继位 诺尔哈赤一死 皇太极继位 改族名为满洲 改国号为清 皇太极就是清太宗 皇太极就是清太宗 到皇太极的时候 就已经是 就是有了入主中原的意思在里边了 皇太极就已经有入主中原 以金为国号 容易引起中原汉族人的反感 所以他改国号为清 因为明朝是火德 清朝是水德 水灭火 所以改国号为清 清跟金 在满语里边 是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就是读音都一样 读音都一样 所以他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干北京 吴三棍 降清 吴三棍就投降了 吴三棍是 明朝的平西伯 三海关总兵 然后这个 麾下四万官宁铁骑 这是这个明朝的正规军 明朝灭亡就灭亡在 没有壤外必先安内 如果是这个皇帝要是明白道理的话 立刻跟女真人讲和 割关外土地 然后把这个官宁铁骑 吊进这个内地 镇压这个李自成 你像李自成那帮人 拿着棒子 钉耙 粪叉 都拿着 如果跟精锐的官宁铁骑 作战 肯定不行 结果官内平贼的部队 全都是七八流部队 是吧 精锐全都在东北 跟满洲人打仗 结果还全军覆没了 一再失败 如果你把官宁铁骑 吊进来 打着李自成 李自成说不定就完蛋了 他都是一帮鸡民 没得吃了 就跟着李自成跑 炒王来了不纳粮 炒王来了是不纳粮 他搬你家房 你养了是不纳粮 所以吴三棍一看 皇帝已经迅国 吴三棍准备投降 炒王封他为侯 投降 结果就到北京来参拜李自成 行至唐山 探马来报 你们家被李自成给抄了 李自成一进北京 眼珠子都掉地上了 你想这陕北来的泥腿吧 这帮老伴一进北京 我哪见过这个 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抢吧 就跟那个洪斐秀全 进南京那感觉 一样 人渣一进了 开始抢 李自成连皇上都顾不上当 没工夫 登基没兴趣 成立一个机构 叫做 笔响政府司 你不知道他这个机构干什么 笔响政府司 笔就是逼 就是那个字 逼着你干嘛 拿钱 你是明朝的宰相 你拿出二十万两银子来 你是明朝的部长 十万两 局长五万两 没有 一百斤大沙袋往你身上压 看你有没有 看你有没有 让家里拿钱 绝地三尺 你给我弄出来 一个月李自成在北京 干了七千万两白银 明朝是真有钱 皇上最后让文物百官捐款 谁都不肯捐 结果 国破家亡 最后 什么也没落着 全都让李自成给弄走了 每一个 李自成手下的贼众 腰里都是沉甸甸的黄白之物 准备回家三十亩地头牛 老婆孩子这抗仇 准备干这个 吴三棍反了 因为他把吴三棍家给 抄了 把你们家抄了 吴三棍说这是误会 我一去 我们家产要放还 然后接着把钱走 探马来报 你爸爸让李自成逮了 这是误会 我一去就会放回来 接着把钱走 陈元元让李自成给逮了 大丈夫不能保有妻子 有何面目 孙女天地之间 伯传码头回山海关 下令全军给崇祯皇帝代孝 可能给陈元元代孝 皇上都死了那么多天 一百多天 你才想来代孝 吴伟业在元元曲里 痛哭六军 巨搞肃 冲冠一怒 魏弘言 妻子起因观大计 英雄无奈是多情 马上 我要跟李自成决一死战 李自成说 吴三棍反了 帅二十万贼兵 先来讨伐 吴三棍 吴三棍怕自个练不过李自成 他不知道李自成的部队是那水平 我万一练不过怎么办 跟大清摄政王多尔滚就说了 然后将来凭贼之后 我朝之暴 北朝者 不只是土地 贼在京师一个多月 给抢了那么多钱 你不想要吗 那左尔滚当然想要了 于是双方合兵一处攻打 二十万李自成的部队跟四万官宁铁骑 将将打了个平手 然后在这个时候 十万八七进旅杀出 一下就把这个李自成打的大快 李自成就开始往外跑 在五英殿 继皇帝位 第二天撤出北京城 一把火把紫禁城烧为平地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紫禁城是清朝的 清朝的 明朝的紫禁城让李自成给烧了 当然有个别建筑可能还是 台阶可能还是 然后这样一来的话 说李自成攻占北京 吴三棍降清 清军入关 清军入关 你看那个什么 黄世成里边歌的那个 就是清朝后妃填的那个 九九萧寒师徒 是吧 能到什么时候了 清朝都中后期了 后妃填的那九九萧寒师徒 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历史朝代歌 他最后一句就是 三棍领兵南下去 我国大清做金鸾 是吧 那那个吴三棍的这个 入关的功劳 清朝还是承认的 三棍领兵南下去 我国大清做金鸾 李自成的部队 迅速就土崩瓦解 清军入关的时候 就是二十来万人 再加上这个 这个吴三棍 孔友德 耿京忠 是吧 就是三顺 上课上知信 是吧 三顺王的部队 一共二十多万 兵分三路 是吧 以这个 玉亲王多夺 为定国大将军 攻南京 是吧 攻南京 是吧 英亲王阿继阁 攻西安 打李自成的这个 老家 英亲王阿继阁 也没奉命大将军 攻打这个西安 然后 克勤郡王月托 攻打武汉 一共有二十多万人 兵分三路 席卷江南 一下就把这南方 就给占了 李自成百万大军 不到一年就瓦解了 他在湖北九宫山 被一个叫成九伯的奴民 拿厨子给刨死了 那哥们以为他是贼 本来他也是贼 给刨死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清军南下 清军南下 然后灭掉了南明小朝廷 统一了中国 明朝灭亡之后 在南方 明朝的宗史 又建立了五个小朝廷 史称为南明 福王朱尤松 建立了洪光政权 一年被清朝灭掉 然后鲁王朱以海 在浙江监国 后来跟着郑成功去了台湾 唐王朱玉建 在福州建立龙武政权 也是一年多就灭亡 然后唐王的弟弟 在广州建立少武政权 不到一年就灭亡 最长的是贵王朱尤郎 在这个云贵 建立了永利政权 坚持了十八年 后来三贵领兵南下 永利皇帝逃到缅甸 被缅甸王给送回来 被吴三贵用工钱 勒死于昆明十字坡 勒死 然后这个等于五个小朝廷 就全都灭亡 全都灭亡 这样的话 清朝就统一了中国 南明的形势 比南宋要好得多 结果南宋在那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坚持抗击 跟金朝 跟北朝并立了一百多年 南明那么快就灭亡了 就是缺乏像岳飞 韩世忠这样的名将 结果基本上这个都是 清军以南下 这帮兵都全都怎么样 全投降了 4100个汉兵 就征服了广东 整个广东省 明朝降将 李承栋 带着4100人 就全给征服了 清朝完成了全国统一 清朝以一族入主中原 他更希望自己的统治要怎么样 长治久安 所以他在这个官制的设置上 就采取了更加极权的措施 清初 知道了吗 中央设内阁六部 义政王大臣会议 太祖皇帝攻打宁远的时候 被名将袁崇焕 用红一大炮 击伤 半年后突然死去 太祖皇帝驾崩的时候 并没有留下遗诏 谁来继位 所以后来就变成了 八贝勒 黄太极 他成席捍卫 但是他成席捍卫之后 由他跟二贝勒戴善 还有阿敏 蒙古尔泰 四大贝勒共议国政 上朝的时候 皇上台阶上摆了四把椅子 四大贝勒共议国政 后来是戴善主动说 我不行 你来 因为太祖长子楚英早死 戴善是二子 就变成了长子 德高望重 年高德少 后来封和硕李亲王 然后清朝一共是八个铁帽子王 戴善他们一家出了仨 他是李亲王 他儿子月托是克勤郡王 还有一个是庄王什么 也是他们家的 等于他的儿孙都是王 都是王 这样 他的功劳最大 他一签上阿敏和蒙古尔泰就也下去了 所以变成皇太极 独尊 但是那种八旗旗主 共议国政的 这个 遗风上赛 威胁到了 中央集权 威胁到皇权 把这个义政王大臣会议做出的这个决议 虽至尊无辱之和 皇上拿走 没辙 所以到了这个圣祖康熙也设南书坊 世宗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 第二点 为加强皇权 雍正设军机处 军国大事 皇帝裁军机大臣贵受笔录 知道了吗 军机大臣贵受笔录 唐朝以前 宋朝以前 君臣坐而论道 君臣上朝都怎么着 都坐着 因为那会反正也都坐地下 那坐着也很不舒服 皇上可能是有个坐着坐着 大臣实际上就是跟那 也跟那跪的 然后屁股的脚后跟还得挺直的 这件挺暴躁的 挺暴躁的 到了宋朝呢 开始使用这种高桌大椅 所以这个君臣坐而论道 太祖就觉得饱看 饱看 一天宰相范至 拿着一个文件 什么什么事跟你说一下 太祖皇帝说眼花送到龙叔案前 这个宰相就送到龙叔案前 宰相一站起来 太监就把宰相的座给撤了 宰相一回去看他没椅子 你怎么能招啊 我椅子呢 谁你们缺德 宰相跟那站着 其他官员一看 宰相跟那站着 你说你舔个大脸坐着 哗哗哗全站去了 太监就把椅子全给 全被撤了 等第二天再上朝 没椅子了 所以宋元两朝 大臣是站着 到明清就等着 跪着吧 跪着吧 今天皇上特高兴 跟你单独召见了六个钟头 你跟地上跪六个钟头 一个老臣 皇帝体恤老臣 赐瞻殿 赐瞻殿 您跪殿的 年轻人就得怎么样 所以那大臣上朝之前 护肘护漆都得裹好了 都得裹好了 那贵公得跟家练 你贵一会儿 那晕了还上 贵了吧 那血液全 谁也就是活活跪死的 刘庸他爹 刘统勋 就是跪死的 有时候是上朝的 教子里死的 我说就是跪死的 刘庸其实不像历史上说的 刘庸当老师 迟到早退 也不认真教书 也不判作业 所以皇上挺生气的 看你爹面子 让你教皇子 你怎么这么德行样 不像那个电影的眼 所以他爹就是跪死的 你君丽大臣就是跪受笔禄 跪在那儿 把皇上的命令怎么样 接下来 然后以奉旨上誉的形式 停记出去 真正那种奉天成运 皇帝诏约的圣旨 一年发不着几回 那得大事 立皇后了 跟谁 跟日本国宣战了 然后选进士了 这才奉天成运 皇帝道约 一般就是奉旨 上誉如何如何 如何如何 那这种东西就是谁 其实就是谁起草 军机处 军机处在哪 你从那个军机处的设置上 你能看出来 军机处差点也改成公册 因为它没有什么保留价值 后来留了几间小平房 剩下那几间呢 改成啤酒用料 胶小电池 是吧 它跟那个太殿的直房一样了 故宫是前朝后寝 对吧 这个以前清门广场 做分界线 是吧 然后这个太和中和保和文华五英 这么五祖宫殿建筑群 比较疏扩 前广场三万多平方米 可以活动 这是办公的地方 后边就是寝宫了 东西六宫 是吧 然后中间也是三殿 这个 前清宫 交太殿 楚秀宫 后边是御花园 是吧 御花园 然后东西六宫 清朝从雍正皇帝开始 住在养心殿 就皇帝平时是在养心殿办公 军机处在哪呢 门对门 五十米 一排小平房 这太监的植儒 这个东西 在那 直班 晚上内宫一落索 宫里 内宫里边只有五个男的 连成年皇子都不许进内宫 只能住在北五索 如果没封王的话 没有王府 住在北五索 就是这个 这不就是神武门吗 就这一边 这平房里边 北五索 只能住这 是吧 然后这个 宫里只有五个男的 剩下就是女的 和不男不女的 这个 皇上 两个太医 和两个军机张经 军机张经 就在军机处干嘛 直班 万一夜里来了 这紧急军务怎么办 直班 只有这五个男的 在宫里边 是吧 然后这个 这个 军机处 不奉圣旨 善入者斩 你就是亲王 不奉圣旨 善入者斩 清末的时候 这个 招胡广总督 张之栋进京 这个商议 官制改革 结果就是走到军机处 他抬筋底下 张之栋说什么都不肯再往前 多慢一步 他那么大的这个份儿 他都不敢再慢一步 因为他不是军机大臣 他不能进军机处 这个什么 庆亲王这帮人 就一筐 他们不是军机大臣吗 是吧 那你来呀 不能去 突然想起来 对 他天天走走 习惯了 他没觉得这什么不合适 张之栋真懂规矩 是吧 因为世宗皇帝遗训 你敢进了 宰了你 宰了你 军机大臣平时 执班就在这里边 早上起来三点多钟 就得到这来 执班了 后来 皇上一班七点钟 清朝的皇帝 一顿精力旺盛 像康熙爷 这个 乾隆爷 不睡觉 整宿整宿不睡觉 官书代代 一晚上一晚上看书 第二天考你 你说你 你说他看哪本书 是吧 考你了 他这个 非常的精力旺盛 秦政 清朝的皇帝 秦政 那真是 中国立场是罕见的 清朝的皇帝 基本上 搁在以往的王朝 都是不世出的圣主 那就是 以往随便拿出一个皇帝来 随便拿出 就同志差点 同志差 你就光绪皇帝 搁在明朝 那就是绝对的圣君 有道明君 绝对 可惜就是他赶上了 这时候 咱要是明朝赶上鸦片战争 咱就印度了 殖民地了 都不是半殖民地 半不成了 咱就彻底殖民地了 所以他这个清朝的时候 君旗处在这 明朝的内阁是在这吗 还是在半宫区 清朝里都快在哪了 寝宫里边了 寝宫里边住什么人 皇上皇上的家人 伺候皇上家人的人 那你说这君旗大臣是什么人 伺候皇上 你这地位跟宫女太太 其实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 就这么一个 你本来是 就是说你相当于宰相 相当于相国 但是实际上 你的地位就低到 就是皇上的什么 秘书班子 大秘书 皇上的秘书班子 皇上不是每天都上朝 对吧 不是每天都上朝 但是一定每天都要见军机 你看这皇上你说叫琴 叫琴 就是见这个军机 要是所有人都来叫大琴 六部九卿都来 叫大琴 把这帮人都叫了 所以这个清朝的时候 他这个中央统计机构 就进一步完善 中央的统计机构 军机处就进一步完善 然后第三 义政王大臣会议 义政王大臣会议 名存实亡 乾隆时撤销 义政王大臣会议 名存实亡 乾隆时撤销 我国君主专制 发展到了顶峰 我国的这个 君主专制 发展到了这个顶峰 这个军机处就一直到 1911年才才撤 而且那个军机处 特别有意思 这么重要的一个机构 但是在清朝 它不是法定机构 大清会典里都不见记载 你要查这个大清会典 查清朝典章制度 查大清会典 你查不着 没这个机构 没这个机构 这绝对是一个临时机构 雍正年间用兵西北 始设军需 反而于隆宗门内 才开始设立 等于就是一个临时机构 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正式机构 内务府是在外边 就是在外边 有一个内务府 对 他是在外 不是在宫里边 不是在宫里边 所以清朝的时候 他这个军机处的设置 那是中国的这个专制主义 皇权达到了顶峰 你们刚才有同学说这个 你们看那个电视里边 和珅纪晓兰 是吧 纪晓兰见皇上称 臣 和珅称什么 奴才 对吧 爱称奴才 就是这个齐人是称奴才 汉人称臣 对吧 这个称奴才 那正能是皇上家里人 对吧 这是爱称 爱称 称臣 皇上跟你见外 皇上跟你见外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发展到了清朝 变成个什么 主奴关系 对吧 主奴关系 就好像是 我记得是乾隆爷的时候 想让汉人也称奴才 结果这个汉官就是 不干 反面子重要 反弹的比较大 乾隆爷恨恨作罢 下了一道圣旨 那意思就是说 你们虽然称臣 跟那奴才是一样的 你别给脸不要 就那意思 别给脸不要 说你壳子 你真喘 就这意思 你别给脸不要 这么个意思 所以军机处 专制组 专专业文学员 积胜 好了 今天先到这里 店长 他都在这些 我 不用操人 这麽 这麽 這麽